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請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Twitch、BBD還有Discord 今天要介紹SRUN VOCA的耳機 使用下來大師有一些優點跟缺點要跟各位講一下 大家聽過之後可以更清楚知道 也不要買VOCA這一款的降噪耳機 希望會對大家有所幫助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請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請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VOCA的優點第一個呢 它有Tayler ID 2.0 那Tayler ID 是聽感量測個人化 那它就是可以個人化調整你的左右耳的聽感 那自動幫你找出你這個人耳朵適合的EQ出來 第二個有一點 耳機擁有高音質傳輸模式 就是LDAC 那可以從它的APP裡面去做關閉或是開啟 那說實在,聽感一人而異啦 但我覺得這個耳機開啟LDAC之後真的變得很好聽 那大家可以去聽LineRid介紹VOCA的影片 LineRid有用一個專業的儀器去錄製VOCA的音質 那第三個優點呢 VOCA掛式的耳機戴上去真的蠻舒服的 那像我使用Soundcore Live P3呢 戴久了之後就有點不太舒服 但是VOCA真的是 我帶了工作一整天都不會不舒服 那我們可以看到LineRid的P3 它的造型是有點 後面會有點凸起來的 但是VOCA呢 它是在前端 前端後面就收回去了 也就是說它 LineRid的P3會貼著你的耳後會貼的蠻緊的 但是VOCA的話它是只有這一段 這裡會貼到你的耳朵裡面 所以我整理下來是 我耳後是不會去碰到這個位置 就是戴久了我其實不會被壓得很痛的感覺 那這是我帶了這兩款的差別啦 不過整體來說 VOCA我帶一整天都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那像我自己啊 有去帶過Sony WF-1000X04這個耳塞式的耳機 那這個我一帶十分鐘就很不舒服了 那如果你們也是帶耳塞式會不舒服的話 那VOCA這個耳機呢 真的蠻建議各位去購買的 因為它真的不會不舒服 如果你是那種耳朵跟大師一樣 帶耳塞式不舒服 你是在考慮耳掛式的朋友們 那VOCA這一支真的蠻值得入手的 因為它真的不會讓你的耳朵不舒服 那第四個優點呢 看照的部分呢 我覺得 VOCA是不舒服給Sony WF-1000X04的那一款耳機 甚至我認為有一樣的水準 不過在這個看照功能之上呢 VOCA的價位真的真的CP值很高 這個4000多塊的價格 就可以買到如此高的抗照功能 我個人還是相當推薦的 再來從APP裡面呢 它的抗照功能呢 就分了好幾種 然後最主要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自適應的主動降照 那這個呢 就是會根據你的環境 自動去調整降照的強度 那當然你可以自己手動 你要調多少 它從最多最多最多到20 最多最多到20 那它有分舒適、交通、室內、看風照 然後如果開啟自適應的主動降照呢 它就是會偵測你的環境的噪音程度 去自動做調整 那我個人就是直接開20 好,第五個優點呢 就是它擁有露裡耳偵測 你們可以看到耳機上面呢 有一個遠遠的小黑點 那個小黑點呢 就是去偵測你耳機拿下來的時候 你只要拿一耳下來 它就直接把你正在播放的影片 或是音樂自動暫停了 這一點還蠻方便的 那離耳偵測這個功能呢 可以從APP上面做操作 可以拿它開起來或是關閉 那我卡的缺點第一個呢 是 我拿到耳機的時候呢 我的桌的耳機在沒電的時候 那我去拿到我的充電艙充電 結果一時無法充電 我就在想是不是我拿到機網 結果看一下 左耳機的下方的連接點 下方的連接點才發現一件事情 有一個黑色的塑膠卡在上面 所以我後來拿了鑷子 把黑色的塑膠移除掉之後 就可以充電了 像是一個小缺失啊 那我當下拿到不能充電 我真的嚇到了 第二個缺點 如果在音樂跟媒體的手勢設定呢 我的左耳設定點一下 點按一下 音量是- 然後右耳設定是點按一下 是音量加 然後你看喔 右手是右耳 左手是左耳 好 碰清楚點一下 這樣子 碰清楚點一下 OK 好 還有條喔 再看一下 你看一次 有條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大 欸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大 它就是有時候會 衝很高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有時候沒反應 它就是 感覺不是很靈敏 好 這是沒反應的 然後看左邊 好 沒反應 我左邊是設定 點一下音量- 好 沒反應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有問過官方了 官方是跟我說 任體可以去改善這件事情 就是目前我就是有一耳 可以設定音量-或是加 然後假要是左耳 可以動的話 那右耳就不行 那右耳可以的話 那是左耳不行 左耳耳機不行 反正就是兩隻耳機呢 你只能有一個是正常的 可以設定音量-或是音量- 那官方是告訴我說 目前的確是有這個問題 那他們會再用韌體去更新 不過 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問題蠻無言的 因為我 一拿到耳機的時候呢 我就是馬上設定這個 音量-加減的功能 那我想說 我看了一大堆YouTuber介紹 MOKA這隻耳機 可是 他們好像都沒有 講到這個問題 那我一拿到耳機 就發現這個問題了 那 我是蠻無言的啦 那 官方是說 韌體更新之後 可以解決 那就好了 那 拍攝的日期是 2022年12月1號 那目前還沒有釋出更新檔 那等釋出之後 我會再資訊檔更新一下 那 雖然是不影響 耳機的聽感 不過 這個 對我來說是蠻困難的 因為我自己是會用耳機的這個 觸碰 去調整音量大小的 那希望可以趕快改善 好 好 第三個缺點呢 在這個 VOCA做 充電艙 那 假設 你看喔 右邊是我的右耳 左邊是我左耳 好 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我從耳朵拿下來的時候 一定是 這樣子拿下來 對吧 這樣子拿下來 好 我的右耳 要 一定是很順暢的 直接這樣子放上去 是最順的 但是 VOCA的觸碰它不是 我從耳朵拿下來之後 我要再轉一個方向 轉一個方向 這樣放進去 才能放進去 那 左耳一樣 我從左邊的耳朵拿下來之後 我手一定是這樣子嘛 那 理所當然的 我就很想直接這樣子放進去 可是不行 我一定要再這樣 這樣子 才能放進去 這是有點 變扭啦 好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因為 我買的這個 Soundcore Live P3呢 它就 很理所當然 你看 右 左 然後呢 我從 我從右耳拿下來 我一定這樣拿嘛 左耳拿下來這樣拿 然後它是 Live這樣子 很順的 就放上去了 就放上去了 OK 好 這是我第一個買的藍牙耳機 叫Javis 好 Javis 設計也是很 很符合 人體工學啊 這好像不是叫人體工學 反正呢 就是右耳跟左耳 拿出來之後 從我都拿下來 一定是這樣子拿嘛 然後這樣放上去 很順的 有沒有 很順這樣放上去 可是 挖卡不是 我就算是 要拿出來 我也是要這樣 那 這是拿的 不是很好拿 然後我要轉一個方向 才能帶到我的肚子裡面 然後放回去的時候 我要轉一個方向才能放回去 我覺得這個 不是很順手啦 所以我每次開的時候 就有點 欸 拿半天這樣 然後要轉一個方向 這樣轉一個方向 就是有點 小便扭啦 那你看 我買的 Live P3 打開 這樣 很順 放回去 很順 然後交鼻子的 有 交鼻子 拿出來 拿出來 都還算很順 不用再轉一個方向了 直接放回去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 在操作上面 不是很順手 然後 大家看一下喔 它的設計 它的設計 它的充電是在底下 也就是說 你要充電的時候呢 你的線 一定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它沒辦法立起來 對不對 它已經這樣子 好 你看喔 我要拿耳機的時候 先拔掉 拿耳機 我一定是這樣子拿嘛 但是 我要拿的時候 我左手要去扶它 我左手要去扶它 因為它很容易掉 它就是不好立起來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其實不太能立 不好立啊 它還是可以立 但是 對可以立 可是很難立 你左手你要輔助 對左手要輔助 打開 這樣子拿 這個槍才不會亂晃 拿起來戴在耳朵 然後換右手扶 這樣拿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 操錄上面一個很 很不符合 順手的 定義 就是很 變扭啦 我是希望 如果真的有下一代的話 可以改善這個地方 為什麼 就是 拿出來之後 我從耳朵拔下來 就是這樣子讓我放進去就好了 這不是很順嗎 我是這樣子想拿 就是一個使用者來說 我覺得這樣的體驗感 會是最好的 你看像Live P3 跟我的這個 Javis 都很順手 我覺得這個是 可以去做改善的地方 對 那再來就是它不能立的 像 像他們的設計 Live P3 打開 很輕鬆 左手拿起來 然後我甚至可以不用輔槍 就可以了 它因為它不會倒 那Javis 因為它不會倒 不太會倒 所以我就是 單手拿 其實它都不太會倒 但是 WOCA不一樣 WOCA就是 贏一定要輔 不然它就是這樣 這是 對 這是有點小別扭 可是我覺得它 可以改善 改善之後 一定是很好的產品 好 好 第四個缺點是 WOCA這個耳機 是有一個保固的 那它的商品的序號呢 大家知道在哪裡嗎 在它的充電盒裡面 哪個位置呢 在這個位置 好 你看到 很小對不對 在這個位置 我十字指的地方 有夠小 我用放大鏡都還看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後來就直接問官方說 可以幫我登錄嗎 那它的 要輸入商品序號 還要輸入保固序號 保固序號是 每個人的那個 盒子裡面有 有提供 那 另外一個就是 充電盒上面的這個 商品的序號 我實在是看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後來就請官方幫我登錄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 不失商品的 使用性 但是 在保固的方面 我要去登錄 延長半年的保固 那我要輸入這個時候 就很困擾 那 這設計這麼小 我要怎麼看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可以改善的地方 都是一些小問題 那總結來說呢 我推不推薦大家去買 這款耳機呢 那 說實話 說實話 如果你的耳朵 是戴耳塞式 也不舒服的人 那 這款耳機 我真的 真的很值得 入手 真的很推薦大家值得入手 那現在官方 就是有一個 周年慶 連中 連中超殺 那他目前 是4,180塊 真的很便宜 那 除了我剛剛那說的缺點 跟優點之外 那 基本上使用上 使用下 來說 都還算是很不錯的 體驗 音質好 抗炸好 那 通話品質 也OK 那再來就是 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保護套 這保護套其實也蠻不錯的 蠻不錯的 其實我覺得還算是好看的 其實我覺得還算是好看的 還算是好看的 總之就是這樣 那 我真的覺得如果大家缺耳機的話 那 那 商庫 商庫的耳機 我跟MOKA耳機 我真的覺得 可以考慮MOKA 因為我當初也是 商庫跟MOKA 新的下一代 再考慮是哪 要買哪一個 後來選擇是 那個 MOKA的 因為MOKA的抗噪能力 真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 我一拿到 接下來的結果 我是覺得我沒有選錯 除了 剛才說的一些缺點之外 這是 這個是真的很不順手 你看我這樣拿 它不是一個很好拿的 很好施力的位置 它其實很不好施力 這是我覺得它 可以改出來的地方 那 我是覺得 如果你不建議這個 拿出來的手感的話 因為它一定要是弄捏的 對 那我覺得這款是可以入手 音質 OK 那 抗噪 我覺得也媲美到那個 Sony的那一款 耳塞式的耳機 所以 我真的蠻推薦入手的 如果我做的那些缺點 你們都可以接受的話 那這款 大家可以充了 現在賣4,180塊 真的還算是蠻便宜的價格 好 那 喜歡大師 的影片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的IG FB 追取BBD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掰掰 拜拜